地球之所以是一颗蓝色星球 是因为地表的70%都被海洋覆盖 不过人类对海洋的探索 其实只有皮毛水平 而深海海域更是人类很难触及到的神秘领域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看海洋到底有多深 最深的海域中到底存在着哪些让人惊讶的生物和现象 其实水深超过200米的海域就被归为深海了 而地球上整个海洋的平均水深为3800米 一般我们在海中游泳的深度为1.5米至3米之间 一般的潜水员好者下潜的最深深度为40米左右 而且受过专业训练的潜水员可以下潜到100米水深 一位名叫Herbert Lynch的自由潜水运动员 在没有氧气瓶的情况下 只靠一口气就潜到了214米的深度 创造了目前的自由潜水世界记录 而配备有水下呼吸器的最深潜水记录 是由一名埃及潜水员创造出的332米 一般潜水里的平均下潜深度 在水深300米至500米之间 生活在南极大陆的皇帝企鹅 可以一口气轻松下潜至564米深处 皇帝企鹅的潜水能力是鸟缸动物中最强的 它们可以在水深500米处滞留20分钟以上 而从这个深度开始 就会出现一些奇形怪状的鱼 水深600米处生活着一种名为 太平洋童眼鱼的深海鱼 它拥有透明的头部 看起来就像是现代战斗机的坐舱照 这两个看起来像眼睛的球体 其实并不是眼睛 它真正的眼睛在头的内部 这可以使它在海中 仅使用水平姿态 就直接观察到上方的动静 从而及时躲避危险 到了水深1000米处 太阳发出的光已经几乎无法到达 所以从这里开始的海域 是极黑一片的世界 水深1300米处 生活着一种长相恐怖的哥布林沙 平时生活在这个深度的哥布林沙 有时也会前往表层水域寻找食物 或者潜入更深的海域 它们平均体长6米 拥有半透明的皮肤 最容易让人记住它们的 是哥布林沙在捕食时 会从张开的大口中 又跳出一张长满了锋利牙齿的大口 在水深1700米处 可以发现一种哺乳动物 南下海豹 它们在密食时 偶尔会下检着这个深度 南下海豹是所有海豹中体型最大的 成年以后 它们的体长约7米 体重可达5吨 不了解它们的人 可能怎么都想不到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竟然拥有出色的潜水能力 水深2000米处 生活着长相怪异的魁鱼 它们分布在温带和热的地区 体长35厘米左右 或许是为了配合它们凶臥的长相 魁鱼拥有一口非常锋利的长牙 这幅长牙 可以帮助它们在猎物吸收的深海海域 提高捕猎成功率 因为一旦被这幅牙齿咬住 猎物将其后无法逃脱 到了水深3000米处 水温只有区区的一至二摄氏度 这里的水压有300个大吸压以上 在如此强大的压强下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的种类和数量 都发生了骤减 若有动物中潜水能力最强的抹香精 一般会下潜至水深1000米处活动 但有时它们会潜得更深 最深时可达水深3000米左右 人们曾发现一些抹香精 被安放在这个深度的海底电缆缠住并溺死 抹香精的体长在16至18米之间 它们一生中的三分之二都生活在生潭海域 它们可以潜得如此之深的原因是 抹香精可以排空肺中的气体 把氧气注射在全身的肌肉中 从而降低强大的水压对身体的影响 水深3800米处 是泰坦尼克号的残骸所在的深度 1912年撞上冰山而成为海底的豪华客伦泰坦尼克号 其三海则一百年后的今天 仍然静静地躺在北大西洋的深海中 科学家估计泰坦尼克号的船体和结构 正在50年内彻底消失 那时只会剩下一些螺旋脚 脚盘 指南针的金属配件 而其余部分都会缩小成海床上的秀机 下面我们直接来到水深6000米处 这里的水压已经超过了600个大气压 在水深6500米处 一平方厘米的面积所承受的压力 相当于680千克那么重 这个压强等于在人的手掌上放置七头非洲象 随着科系的进步 人类造出了即使在如此高的压强下 也可以实施考察和勘探的深海潜水器 我国的蒋龙号于2012年创造出了 7062米的载人深潜记录 目前可以潜到这个深度的潜水器 全世界也只有七艘 2017年5月 日本的一家海洋研究机构 在水深8178米处 拍摄到了一种超深海域 它是目前人类发现的 生活海域最深的鱼类 也由此 科学家们不知道 鱼类可以生存的水深期限究竟在哪里 水深8848米 这个深度相当于世界上最高的山 珠穆拉玛峰的高度 位于太平洋 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 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 深渊的最深部分 与水面的距离是10911米 这里的水压高达1000个大气压 这个压强相当于 给一个人的身体上压了50甲温几十克机 全人类中到达过挑战者深渊的只有三人 其中两人是1960年 成作亚斯特号深海潜艇的探险家 雅克皮卡和唐纳德沃尔什 第三人是指导过电影《终结者》 泰塔尼克号和阿凡达等大片的著名导演 詹姆斯·卡梅隆 卡梅隆于2012年 独自一人驾驶深海挑战者号 下陷到了深渊最深处的海床 它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独自到达地球最深处的人类 如果你对深渊最深处的10911米这个距离 没有概念的话 一般科系的巡航高度 大约就是上空一万米左右 可以看到海洋不但十分广阔 它的深度也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即使在科系发达的现代 海洋中仍然有95%的部分 人类从来都没有到达过 特别在深海海域中 肯定还存在着很多未被发现的生物和现象 希望基础的进步 可以让我们逐渐掀开海洋的神秘面上 感谢观看